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山水技法 指38大村法的最后一个村法 米点村 米点村为北宋书画家米福 米友伦父子所创 主要是用浇温湿润的横点 来描绘云雾蒙蒙的江南山水 表现江南山水间 腾出雨后指云雾变幻 烟树迷茫的景象 米友人画出的点形略小 叫小米点村 米福的点形扩大 叫大米点村 米点村的横点 我觉得就像一粒大米横在那 两头椭圆略尖 中间烧粗 我们画的时候 笔锋稍侧倒 然后用时而短促的横点写图 就跟画雨点村类似 只是米点村的村法 举室是横向的 而雨点村是树向的 画米点村 要用饱含水墨的横点 用笔胶柔 层层叠叠 密集点山 形成三十几年 浮衣 积墨 渲染等手法 画出烟雨中 或雨后的大山 但是点的层叠 也不要太规则 要远看浑然一体 近看笔笔分明 用笔点称 可以直接点出山形 通过密集的水墨点 画出山的厚度 也可淡墨勾轮廓 然后用中等墨色 横点从上到下 根据轮廓形 搞出山的形态 点的时候上容下淡 笔笔有提案 称的时候 容淡干湿并用 要有层次感 因为米市父子的 真迹 传世极少 米点村作品 米服的春山瑞松图 就是米点画出了 山中烟雨弥漫 大陆荣罩下的景象 但据说 这个作品 也是仿品 另一副 米友人的消香奇观图 就明显带有一种鲜气 画中 入矮山蓝弥漫 玩入人间仙境 米点村并不是异造的 据米友人字体 消香奇观图道 此图来安上所见 大抵山水奇观 变态万臣 都在晨情晦语间 世人先父无耻 于生平如消香奇观 每于观您家处 则复得其争取 成长卷以悦目 可见米家山水 来源于写生 米点村 是米氏父子对大自然的 长期观察体验的产物 总之 米点村 带有些许 不可掌控器的 并非全部用点表现 想画好 真的很难 米点村 构成的大山 也有脉络 看似错综复杂的点点 连续成线条 大小不一的点点 构成了 沿河堆积的美感 点是构成 国画山水的基本元素 需要与墨色变化配合 有点构成线条 有点构成平面 这才能表辉出 表现力实足的山水 欢迎大家给我的视频 点赞 收藏转发 关注我一起学习中国话 共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互相交流学习经验 共同进步 还可长按点赞三秒 为我的视频 来一个强烈推荐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